來 提琴的這一個題目也一樣 請打100顆琴 這也是考的機率很高題目 好 那這題目呢 請你利用內角合跟外角定理影片下去想 好 怎麼做呢 來 養成習慣我先跟你說 第一件事情 你其實應該是根據題目講的東西呢 做記號 好 第一個題目怎麼說呢 他說B珠評分角ABC B珠評分角ABC 所以這兩個怎樣 是一樣 先下去 打插 做記號 再來 題目說呢 A珠等於B珠等於BC 所以要做記號 A珠等於B珠等於BC 好 先做記號 其實記號 你畫出完以後 答案就快講完 為什麼呢 來 請看一下 請問你 這個A是什麼 你知道嗎 A也是XX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個等於要三角形 所以我剛才講過的 如果你不做記號 你根本看不出來 它是個等於要三角形 看出完了嗎 對不對 如果看出完的話 答案就出完了 你知道嗎 你告訴我 這個角 這個角是兩個XX 為什麼 因為這個角 其實是這個三角形 AB珠的什麼 外角 外角有不等於兩個內 都要相加 所以既然這也是XX 這也是XX 所以這邊呢 就兩個XX 又兩個相加 快講完囉 那請問這裡呢 這裡也是兩個XX 為什麼 因為這是個什麼 等於要三角形 所以這兩個相等 好 那請問你 這裡XX 兩個X 兩個X 請問你XX加兩個XX 兩個XX等於幾度 這不是三角形內假合嗎 等於180 所以五個XX等於等於180 所以一個XX呢 36 題目在問什麼 題目問你角C 角C在這邊 所以角C點多少 角C不是兩個XX嗎 那就二乘以 36 答案就 72度 很難嗎 其實一點都不難 你再把圖畫出來 做記號 答案就出完了 答案 答案